他们是现代制服诱惑的鼻祖 身着僧袍素衣 却将恶挪身姿展露无遗 开口一去色即是空 却引得无数相克一至千金 只求共度春宵一刻 他们便是泰山姑子 古代嫖客心中的女菩萨 众所周知 尼古僧侣一向是远离世俗 受人尊敬的存在 纵然有一些不规矩的 也都不愿让人知道 可泰山姑子不仅光明正大的做生意 还做出了招牌与名声 以至于周边的风月场都开不下去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竟能与扬州兽马相提并论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所谓的泰山姑子 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 便是泰山的尼姑 正如扬州兽马 大同婆姨 西湖传娘一样 特指某地区的特殊群体 但我可提前说好 这些都是古代外地风流客 对当地个别群体的叫法 与本地人无关 甚至很多本地人 根本都不知道这一群体的存在 泰山姑子也是如此 这一成为 仅代表泰山附近从事特殊工作的尼姑 甚至假尼姑群体 并不代表所有尼姑 其实不仅是泰山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江南有吴越女僧 北京有尼姑寺 我们河南也有三庙尼安 这其实是明清时期比较常见的现象 所以请不要带有偏见 其实泰山姑子的出现 多少也有点迫不得已 属于是时代的悲哀 泰山我们都知道 那是五月之首宗教圣地 自古以来游玩朝拜之人就络绎不绝 之前蒋大同婆一时我们分析过 越是人来人往的地方 就越能带动经济发展 朝拜的人多了 不仅山上的道观寺庙香火灼 山下的各种设施也日益齐全 满足了吃穿用住 自然少不了娱乐消遣 于是风月场所也开始冒头 此时的风月场还只是单纯的风月场 没有形成地方特色 但问题在于 老涛一进一出 钱没了人也没进了 哪还有力气去爬泰山 泰山险峻难爬 尤其是那条笔直的通天路 足以让那些心不成的游子富商望而生畏 有那经历换个躺着就能消耗的地方使 它不香吗 久而久之 山上的道观寺庙香火越来越差 即便是有香客爬上山来 也拿不出多少香火钱 因为基本已经丢在山下了 这样一来 道友们算是几乎断了生计 甚至有不少人都下山另寻活路去了 山下灯红酒绿 山上却清冷幽济 这鲜明的对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如果不是泰山宗教圣地的身份 恐怕山上的寺庙道观早就人去楼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开始或多或少地去结交权贵 以此来维持生计 俗称傍大款 尼姑庵算是其中最有潜力的存在 因为有一小部分尼姑 就是从风月厂出来的 风月厂吃的是青春饭 如果姑娘没有被人赎走 也没能攒下一笔积蓄 那么她的后半生一定会是惨淡的 看破红尘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也是无奈之举 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善于应酬敛财 正是解决庙里财政危机的最佳人选 渐渐的这些昔日沦落人 反而成了尼姑庵中的管事人 起初他们还只是规规矩矩 只不过更加世俗而已 察言观色阿谀奉承 玩的是人情世故 但渐渐的一切开始变了味 董行的老尼姑有心 寂寞的小尼姑有意 泰山姑子从此正式打出了招牌 那么他们究竟提供哪些特色服务 他们在古代便将制服诱惑玩到飞起 现代佛缘打擦边球 而他们却直接以身度人 被无数老涛称为女菩萨 甚至不惜一掷千金 也要与他们共度粮消 泰山姑子究竟为何如此火爆 其实泰山姑子在一部分程度上 效仿了吴越女僧 明朝末期奢靡成风 许多尼姑庵也不再单纯 尤其是江南一带 因为那里有秦淮河岸 扬州寿马 还有西湖传娘 其中不乏年老色衰的姑娘 顿入空门 也有许多被抛弃的侍倩 私生女 孤儿等 他们抱团取暖 由于缺乏经济来源 只能半僧半计 在此基础上 同样被迫走上这条路的泰山姑子 则是彻底将这一特色 发挥到了极致 不同于一头长发 身着锦绣的吴越女僧 泰山姑子是真的尼姑 头上没有烦恼丝 不化妆 不戴首饰 穿的也是素衣僧袍 完全就是一副出家人模样 但因生活所迫 他们开始主动接触信徒游客 尤其是那些权贵 在风月场出身的老尼姑教导下 本就寂寞的小尼姑 正经的反差感吸引了无数信徒游客 最绝的是 他明明是在和你讲经谈道 但言行之间却总透着一股魅劲 就好像他跟你说色即是空 你听到耳朵里 却成了空即是色 触数都在暗示你可以更进一步 一抬头是佛像 一低头却是美人在怀 这种反差与负罪感 简直不要太刺激 结果就是稀里糊涂的钱包空了 人也空了 等他们初步有了积蓄之后 便开始进一步发展 先是在大殿后面修建厢房 并按照寺内的清雅风格进行装饰 以供香客落脚休息 同时请来大厨按照香客的需求 提供不同党位的佳肴 有素斋有山珍海味 但这都是其次 主要是多给一点 就更安排中意的小尼姑陪师陪聊 对于最正宗的泰山姑子来说 尼姑才是本职 所以他们的言行虽然有意讨好香客 但还是会在不经意间 透露出一种不可泄完的神圣感 这也越发的能够激起香客的征服欲 这不就是岛国女教师 女白领那一套嘛 而泰山姑子也会不断引导香客更进一步 不管都离多少 相见就是缘分 对于老涛来说 这哪是小尼姑啊 这就是女菩萨 无数富豪一至千金 只为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佛法 相传 泰山姑子最抢手的时候 一桌饭菜外加陪吃服务 能炒到十两银子 按米价折算 十两银子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一万块 由此可见 泰山姑子当时究竟有多活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时泰山的消费重心 又从山下转移到了山上 这下反而轮到山下的风月场 生意不好做了 他们开始刻意针对泰山姑子 比如搞促销 买一送一 加大服务力度等 节庆全力将香客们拦在山下 不让他们上山 山上的姑子们也是见招拆招 他们开始化妆 并选出一部分年轻的尼姑 让他们穿花衣戴首饰 重新续发 教会他们风月场必备技能 让他们在山林里 吸水边吸气 招揽游客 甚至直接从山下风月场挖墙角 雇年轻姑娘上山 一时之间 庄严肃穆的泰山 被姑子们打造成了上香许愿 兼吃喝玩乐为一体的 综合性消费中心 山下有的服务 他们都有 山下没有的服务 他们也有 那些服务单调的风月场 根本就没有实力跟姑子们争 这下香客们算是彻底疯了 一个个不远万里赶来体验 再崎岖严峻的山路 也无法阻止他们的步伐 俗话说打不过就加入 山脚下的风月场 纷纷开始转型 摇身一变都成了假姑子 那么假姑子是否能赢过真姑子 他们在古代风月场 将制服诱惑 玩到飞起 明明是山上的尼姑 却能逼得山下风月场 差点关门 泰山姑子究竟有多卷 试想一下 你走进一家尼姑庵 悠悠的宋经生 伴着香火器扑面而来 尼姑们淡湿粉装 神情素木 犹如莲花一般 只可远观不可泄完 你发自内心的 升起一股尊敬 然而一个老尼姑 却告诉你 相中了哪个 哪个就可以陪师陪玩 你会不会感到好奇 然后挑一个比较心仪的 一起游览自愿 一起用餐 小尼姑给你讲述典故 讲解佛心 然而不经意间的一些小动作 却让你无法转移目光 可能是露出的一段粉紧 也可能是弯腰舒展出的轮廓 这时候你的心思就变了 但你依然十分自知 因为你知道对方是出家人 是不可能发生什么故事的 结果小尼姑又是 不经意间的几句话 暗示你可以更进一步 再进一步 眼神和语气也都变了 你遭不遭得住 一个以前只能想想的事情 突然可以实现了 这样的机会 你会错过吗 这就是泰山姑子的魔力所在 凭的就是反差感 这是北方豪放派 与南方婉月派 都无法匹敌的特色 山下的风月场 想要夺回市场 就只能以毒攻毒 于是泰山脚下的风月场 接连转型 一改之前的红灯酒绿 全都变成了清优雅致的道观 尼姑安 就连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 也都换上了素衣 装起了玉女道姑 正式成为了泰山姑子的一部分 内卷正式开始 山上山下各有优势 山下的优势是廉价清明 许多慕名而来的 韬客都能体验一番 但真想要正宗体验的 还得山上去找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尼姑转型会给人一种 放不开的感觉 能让人一下子感受到反差 而风月场转型 则是刻意的内敛 会给人一种娇柔作作的感觉 俗称演技不够 全靠形象来凑 也就是说 他们才是那群玩制服的 毕竟真正的尼姑 气质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山上的优势 因此达官显贵 一般都会上山 一帜千金 而大多数则是在山下体验打卡 积少成多 山上山下虽然内卷 但各政各的也不冲突 这才彻底形成了 泰山姑子这一群体 泰山姑子在当时 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达官显贵往往会挑选一名 深暗佛法的年轻姑子 陪自己出游 主要是为了彰显身份 这些姑子往往妙语连珠 不时讲出一些佛法道理 令随行众人敬佩不已 而姑子不时所表现出来的 出臣不然 不仅会让达官显贵心生尊敬 也会增加反差感 让达官显贵更加的尽兴 正如清代小说 《老餐游记》中所描述的 泰山姑子一云 既是一位脱俗大师 也是一位男欢女爱的俗人 或许这就是泰山姑子的魅力所在 但泰山姑子的存在 无疑也是一种划时代的悲哀 不仅是对圣地的玷污 更是对清代社会风气糜烂的映射 提到泰山姑子 总是难免让人联想到之前的佛缘 这也让人不禁感叹 历史就是一个圈 现在人总以为自己玩的花 殊不知都是古人玩剩下的 那些被时代淘汰掉的糟粕 从来都没有未来 而佛缘也如泰山姑子一般消失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一件好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